令人惊叹 普京当天乘直升机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 寻视位于那里的国家公园 在兴趣的俄罗斯科学院保护西伯利亚湖状况报告后 普京身着迷彩服 降叉沙底薛 在野生动物专家们陪同下 走进真夜灵地带 去观察一只掉入陷阱的西伯利亚湖 一对俄罗斯电视台摄影师站在陷阱旁等待摄影 不过就在普京一群人刚走到陷阱附近 这只五岁大的母老虎突然跳出陷阱 哭向几礼拜的摄影师们 危急之际 普京迅速抓过几枪射击 射中了老虎先家处 老虎正在入睡后 普京随下扶住虎头 协助科学家测量这只虎牙 他还经手为虎带上装备全球定位系统的上线 以便科医人员监控他的动向和健康状况 西伯利亚湖在五国境内称为东北湖 为现存自大型猫科动物 动作敏捷力量精元 近年55岁的普京擅长柔道 摔跤和山地滑雪等运动 并与有初期其中 担任俄罗斯总统发明间 他曾登上核心评试查 还亲自驾驶图160战脸轰炸机 东方卫视电脑报道